庆富案持续延烧,国防部是否与庆富公司解约,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并未指明要不要解约,但表示若要解约,必须要等到解约条件成就,这还需要一小段的时间。 国防部日前作出报告,指出列雷建案有国内造船厂房新建延迟,庆富公司财务危机,庆富与次合约商旅约争议及员工大量离职等四大风险可能导致解约,未来将针对其他船厂承接,国内重新招标及重新建案等方案进行评估。 对此,施国勇表示,要使用哪一个方案,还必须等到解约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够通盘的检讨,有关军方武器的需求,要由国防部通盘来考量以后来决定,且国防外交属于总统的职权,最后还是要由国防部评估后送交总统府来处理。 若是要解约,施国勇说必须要等到整个条件成熟,还要等一小段的时间,他解释按照相关法令,解约要负损害赔偿责任,但如果解约条件成熟,就没有所谓赔偿的问题,还可以要求对方赔偿,这是在整个契约上必须要去考量的。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图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。